大家好,我是小勇 今天的黄瓜长得真好 每天都要摘,一天不摘就老了 这还有两根呢,都摘了 这根有点小 像这种直的还可以长 今天摘了有点浪费,明天再摘 先把柠檬用盐洗一下 这样能去除表面的辣 还能洗得更干净 今天要做个蜂蜜柠檬茶 可以补充维C 还可以美白排毒 用水冲干净 今天的主食用土豆做 把柠檬晾干 等会用这个蜂巢蜜做 把土豆皮削了 皮削好再擦成丝 把土豆的水分拧了 开始拌面 面不用放太多 每根上边均匀的裹上一层就行 绕个肘子 把拌好的土豆丝放上 蒸10分钟 先切柠檬 把头和尾去了 要不发苦 我第一次弄这个蜂巢蜜 不知道怎么办 方法对不对 把这层先放旁边 最后再放一片柠檬 这就做好了 如果朋友们要做 一定要把柠檬洗干净 控干水 瓶子里也不能有生水 要不就坏了 趁热拨散 要不等一下黏在一起了 小火把葱花炒香 用小火把葱炒干炒香 蒸好的土豆丝放上 放点盐 放点味精 调匀就好了 小火把葱花炒香 放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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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 盐 粥子提升过的,嗯,没容 要吃,要好好夹一块,夹一块小,大的,这大一块 热呀想更香的,热呀外来的,嗯,再给一块 干不饭,你帮我买呀,这俩反过就是吗? 对,哟,哈哈,吃吧,这个的,嗯,吃吧,香吧? 这种饭叫土豆不烂子,跟葱花这样炒着特别香,也可以配点白菜,鸡蛋,炒着也特别好吃 这翠儿其实要炒着这个焦黄哦,炒得太香了 翠儿差不多,这种成多,从油啊,香味差不多 嗯,换点辣椒油也特别好吃 热呀,相对好,煮,香味差不多 等一下,要煮点,先散开一点,香味就怕了 慢szym 客气 похож,ad